一隻穿雲劍 千鈞萬馬來相見 外面那麼多百億千億的益生菌 到底我們一天要吃多少的菌素才夠 吃的好不如吃的巧 人體一天只需要20到100億 就可以調整腸道菌相 這些菌在我們體內存活率就那麼幾天 如果沒有給這些菌維持生長的條件 再多的菌時間一到 也是會失去它的活性跟作用 所以增加益生菌在體內存活的時間 才是重點囉 沒錯像我在吃的益生菌 裡面有添加鳳梨酵素 它可以持續在體內幫助我們把 蛋白質分解成生態狀 直接製造益生質 讓益生菌利用 持續提升益生菌的活性跟存活率 讓益生菌在體內存活的時間更長 人體能更完整的利用到 這些益生菌帶給我們的價值